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9日 2017年星期四 大約10時左右 有時想不通 後面在這裏 整個廢墟 現在就站在則如沖 海康街 9號地下C5鋪 前陣子鋪成隔 但鋪成隔了那間鋪 鋪始終在地下有價值 做貨倉 放廢物 做甚麼都好 有些地方放東西 好過走上樓上 這裏始終是一個太古坊 又近一個側如沖的地鐵站 我都明白為甚麼有人買 不過有時想得不太通 後面這間鋪 看看圖籍 滿闊 大約是14至15呎 深 大約是35呎 說成交了1400萬 租約的仔細內容 我未必有在手 而且是堅系樓 我也不肯定 總之就是市場消息 已經整個大廈 看看這裏 會否等日後有派古過來收購 甚麼原因我就搞不清楚 不過總之一個reference 給大家一個C字 轉個圈 再給你看看婦人的環境 再看我們對面 電機房 分離街 回到這邊的時候 那裏整個廢墟 全都是五金 放雜物 工程 就是這個門面 這裏就是樓梯位上 我想是一個自建角 但我不是很肯定 因為仔細一點 我沒有看過 旁邊有一間乘機 你看一看 應該跟乘機差不多大 我猜 跟乘機差不多大 但是就是旁邊的位 再過回來 出回來這裏 帶你看看外面 環境 這裏成交了 那你問我千四萬 怎樣縮進來 我會買我不會 但我明白為何有些人 可能真的要來自用 要來擺貨 做生意 有近地鐵站的時候 有人會去買 我形容一個四五分的位置 出來這裏就是分離街 那裏是泰古坊 泰古坊的時候 你也知道 泰古在收藏物業 這裏就是側原蔥站 那裏有幾間店 平凡 好像賣了千一二萬 大概在那裏 我搞不清楚 有時候我記不完 不過我去買的時候 自然會查得緊很多 但這裏就是側原蔥地的站 這裏都OK的 人來人往 不過總是這部分 那些食材都做不起 那些店舖 不斷倒閉 但無論如何 我進去再給你看這間店舖 就在裡面 乘機側邊那裏 走過去 拍到最後一眼 買店舖的時候 我形容 這些位置OK 如果真的要來自用 真的有餘餘 但如果要來投資 真的打算升值 除非等泰古坊來博收購 但不知道等20年 還是多少年 一般不會買這些位置 不過買街有自己的原因 百火百客 他買到這裡 一定有好原因 我又不敢亂說 他清楚很多很多 恭喜買街